我去你们看 这家伙跟小飞棍一样 泰国的最后一烟 我也想了好几天 要不咱带着灵魂料汁 去海鲜市场吧 这趟泰国行别的没学会 摩滴让我研究的挺到位 但是我可能试测了 装料汁的瓶口 限制了食材的多样性 还好他家的小鱿鱼到货了 老板帮我挑了一大两小 还亲自帮我放进 我去你们看 这家伙跟小飞棍一样 要不是捅大 他就飞出来了 但是光有鱿鱼还不够 我又看上他家的皮皮虾了 你们看这虾膏 这也太肥了吧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生烟的时候 老板突然开心的手舞足道 慈情慈景 我高低的整一句 生烟让他笑哈哈 下一句你们了 到酒店之后 进冰箱冷藏烟制两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咱先给他们取出来 你们看鱿鱼的颜色 这次是彻底烟透了 我先来一只啊 我是鱿鱼啊朋友们 我发现鱿鱼烟透了好吃 酸酸辣辣的味道 配上哽啾的口感 特别清爽 我再来只皮皮虾 你们看他的膏 完全烟成透明状了 而且这颜色也太诱人了吧 我比果冻还丝滑 一吸溜就进度了 牙齿都拦不住他 对了 你们还要看为哪啥 评论区告诉我